这一天,如果你用以前的方法的话,很麻烦 而且还不见得算对 而且每一次又要再一次的话,真的很花时间 所以如果你用dadiv,这件事情其实就变简单了 但是,我希望在这边显示的是几岁 所以特别说,第一个N值的就是先用dadiv做出来 然后再去串接后面这个字串,把它串到后面去 所以做法一就是一样,用等于 这个dadiv要自己打,date加dif,钱瓜糊 然后总共需要三个参数 我们先算几岁好了,就是几年 然后第一个是比较前面的日期 比较前面日期跟今天比 今天应该比较后面 所以比较前面日期应该指的是这个 逗点,然后跟哪一天比呢?跟今天比 那今天的话呢?当然我们直接打today就可以了 所以today 记得加一个小瓜糊 就是跟今天比比,然后比什么呢?逗点 第三个是比相差几年,其实就几岁的意思 直接打勾就可以了 他这个人47岁 可是47岁之后的话,还有剩下的嘛 早几个月,还剩下早几天嘛 所以刚刚有提过,就是YM跟MD加在后面就OK了 只是说我要再串什么?串后面这个字串 所以后面这个字串怎么串呢? 串字串是end end什么东西?一个字串就双引号 所以这个规则有 那我们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直接拿这边的这个字串 先复,因为这个N其实就指的这个 然后把它复制一下 这个字串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后面 所以后面end有没有,一样 end 那个字串 字串一定是双引号开头 双引号结束 所以我习惯是两个双引号 然后把刚刚那一串贴上来 这个47 47岁嘛 所以跟这个N待会再处理 打勾 有没有 47岁 N个月 又N天 那接下来再处理什么? 这两个N嘛 这个N跟这个N 那这个N应该怎么样? 其实应该是跟之前 把i放到VBA 到底是差不多了 就串接 然后把中间放一个变数 那这里当然不是放变数 而是放什么? 放这个东西 然后改成什么? 改成YM 把它放到哪里? 放到这里来 有没有? 然后这个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改成叫MD 然后放到这里来 这样就大功告成 应该可以看懂的意思 只是说公司里面要怎么穿 当然VBA好处是说 你可以不只写一行 你可以把它分开来 然后加一个变数 有没有? 像我们之前有写过R R等于有没有? 其实是把它分两行来写 这样看起来比较不会说 哇 全部写在一起 这样会很乱 而且很长一串 有没有? 可是如果你要做这件事 也很简单 只要掌握关键 一 请你怎么样? 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因为待会要贴到这里 二的话 把它放到这里的话 那把这个N选起来 然后做什么? 其实跟那个VBA还蛮像的 双号两个移到中间 N的两个 再移到中间 之前是加一个I 只是这里的话 不是加I 还是把它贴上就可以 然后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叫YM 有没有? YM OK 那就是几岁 几岁几个月 所以打勾 看一下 七个月了 所以它八月 因为已经经过了 等于是八月到 八、九、十、十一、十二 然后一、二、三 七个月 又几天呢? 几天? 基本上今天是十二号 应该理论上四天 又经过七天 今天十二号 所以我们 当然接下来是什么? 一样的方法 再怎么样? 把它选取N 双号两个 然后移到中间 N的两个 再移到中间 这个感觉跟I很像 所以有时候反正 要不是记绝窍 因为我觉得 有时候都很直觉 然后就把它输入 然后再贴上 这边把它改MD 这样就OK了 打个勾 这样就算出来了 有没有? 又七天 对,没错 因为五号 然后十二号 刚好相差七天 底下相差填满 全部算完了 OK 所以如果一个人出生到 你也可以算一下 你前面可以把日期 改成你的生日的话 你可以算出 你出生到今天为止 你总共活了几岁、几个月、几天 马上可以出来 OK 这个部分 大家如果你不用Dative 你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如果有想到的话 欢迎你告诉我 我也很想知道 目前看起来 除了Dative之外 真的 它有无可取代的角色 所以目前看起来 好像也没 网路上也没办法找到 更好的方法 所以 不如你就把Dative记起来 等到如果有更好的方法 也许再来看 当然再来VPA的部分怎么做 其实VPA 因为我讲过 这个函数 它无可取代 所以VPA 基本上 有一个类似的函数 但是好像没这么好用 所以不如我们就直接拿 它这个Dative来用 那怎么用 其实基本上也是丢公式 所以这两个按钮 一个是把结果怎么样 输出到这边来 有没有 一模一样 一个是清除 这个怎么输出 其实基本上 只是把公式丢过来而已 然后跑完 所以还记得怎么写吧 for i 等于第15到第19 有没有 它打一个next 那里面的话就输出到sales的i列的h栏 有没有 然后丢什么东西呢 把这一个公式 把它复制 贴到后面 但是要记得两个原则 还记得吧 一个是 如果它有双以后 把它变两个 所以你复制之后 把这个公式贴到记事本取代 还记得吧 第二个的话就是取代完之后 再把这个东西 取代完之后贴到公式里面 假设我这边取代过了 取代过之后的话 贴上来 另外的话还要什么 把里面的i改一下 有没有 哪个地方有i呢 这边公式里面 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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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全部都把它改成i 也就原来的话 它应该这边应该是15 那改的方法还记得吧 选起来嘛 算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再移到中间 把它改成i 这个感觉跟刚刚那个很像 其实道理都差不多 然后记得 vba and前后要加空白 所以这个要把它空白一下 这样子就大功告升了 剩下就是再加按钮 就把这个按钮清除 然后加上去 就完成了 所以其实这个讲蛮多次的 所以 细节部分如果不太清楚的话 请各位参考之前讲过的部分 把这两个按钮也做出来 1 2 OK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